歡迎210年韜新聞 我們剛剛討論了一週年 那其實這一週年 當然國民黨認為說城口方面弧線 他是簽列一週年 實施其實是1月1號到現在快半年了 平良心講 就是你要講很多說 為什麼什麼城口沒看到 因為他現在還不到半年 這實際上講是這樣 但是在野黨檢視說 其實也沒有你講那麼好 你的數字是經過美化的 剛剛韋哲也提出非常多的質疑 鳳憲 我跟你講我就說韋哲 你其實不要憑著民進黨中央廚房給的數字 因為那裡面有很多的錯誤 第一個錯誤 其實我們的出口增加最多的是 對東協國家的出口 可是為什麼對東協出口會最多呢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其實就是因為東協10加1 所以使得那個市場某種程度的 又增加了很多擴大的一個用因 第二個 我們其實在早收清單的產業裡頭 對大陸輸出很明顯的快速成長 最明顯的一個例子 在台灣有一個機械業者 叫尚銀 你知道他的股價曾經到300塊錢 機械黑手出身的可以到300塊錢 他現在要拼全世界第二大 他的快速成長來自於哪裡 我想機械業在這一次 ECPA列為早收清單 其實是對明顯的一個例子 第三個你不斷的提到說 對大陸的投資反而是增加 你可能沒有看到update最新的數字 4月5月連續2個月減少 對大陸投資 為什麼 當然這其實也跟大陸的投資環境 有很大的改變 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ECPA它不是絕對因素 它其實扮演了一些 讓廠商可以去衝刺的角色 如果你本身條件好像上銀 條件好 它就快速成長 它現在可以說我未來幾年之內 我要發展到全世界第二大 可是如果你的條件不好 給你這一個維他命 其實也救不了你的命 所以重點是 有沒有把這個環境經營好 很簡單 ECPA它絕對是有利有弊 我個人立場我支持ECPA 那馬英九 他也已經把ECPA列為 他最重要的一個政策了 那今天我們要逼的就是蔡英文表態 我們逼蔡英文表態 不是對他過不去 而是因為你上任了之後 ECPA是生是死 是怎麼樣子的一個面貌 都有你決定 你當然應該要負責任的告訴我們 如果你反對ECPA 你要廢ECPA 你也要讓我們知道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如果你支持ECPA 你說你要修正 我要增加早收清單的範圍的話 那你也清楚的講 你用什麼方法 可以在談判的過程當中 逼老共讓更多的力 當初你已經講說那個讓力 已經影響到主權了 現在你說你的找收清單的名單要更多 那你怎麼樣子逼老共讓更多的力 而不會影響到你的主權 你要講出一個方法來 我們才能夠把權力交給你啊 因為最近民進黨 因為他剛好一週年 從週天 然後他找一些學者 然後他今天 立法院黨團都講 這個不好 不過我看馬航九 敬賢總部他早就想到了 他前兩天找一些小朋友 去跟他挑戰說 我們來辯論 你們不是對我們辯論社最有興趣嗎 來辯論 蔡英文怎麼講 他相信很多人都想跟國民黨辯論 建立馬半應先從挑戰民間人士開始 就是說 就是說 等於說就把它推給別人 你們去找別人辯 不要來跟我們民進黨辯 那其實我們看 在民進黨 他蔡英文自己本身就有很多主張 他說 跟中國討論可長可久的架構 那時候是怎麼講 他說民進黨宴在捍衛幾身價值 跟原則的基礎上 跟中國討論一套可長可久的互動架構 現階段民進黨願意聽中國的意見 歡迎到民進黨總部或智庫 大家一起坐下來談 這個就是他將來 剛剛鳳欣在講他說 欸可華 你有什麼方式 那你要去找中國大陸談 啊中國大陸一邊跟你談 這個其實都一併 應該告訴老百姓說 我們民進黨是透明的 就像他們過去要求EKFA 你要跟對方談什麼 先給我們看 先拿到立法院給我們看 就是給全世界看 給中共看 給我們談判的人看 這個才叫做透明 過去是要求這樣的 呃 我真的很希望啊 蔡英文或民進黨 能夠好好的跟國民黨 跟馬英九政府來辯論一下EKFA 為什麼呢 我記得台研所大陸社科院台研所的所長 余克里來台灣的時候啊 他先跟蔡英文的智庫 吳乃仁談過了 下一個就跟我談 當他跟我談的時候 他轉述了吳乃仁 代表民進黨蔡英文的智庫 對EKFA的看法 奇怪啊 我聽不出來一點有毒藥的味道 我聽不出來有一點反對的味道 蔡英文派了很多他重要的自然到北京去 也跟北京的學術單位 跟北京的智庫談過 他的態度跟蔡英文嘴巴講的也不一樣啊 蔡英文到底心裡是什麼 充滿了不確定感 蔡英文說等到執政的再開始檢視 哪有這個樣子的呢 當然是現在就要開始檢視 我們必須明確的知道 蔡英文對EKFA的態度是什麼 他即使對EKFA不滿 那他認為應該修正到什麼地方 他認為EKFA該不該存在 他該不該存續 蔡英文要表達得清楚啊 民進黨要說清楚講明白啊 如果繼續維持這種不確定的環境 你認為對台灣的經濟是正面還是負面 對 讓顯民來檢視 很多朋友都在線上了 台北趙小姐 趙小姐你好 趙小姐 青年行政愛鄉土 貪污洗錢愛鈔票 這不就是民進黨執政八年 血淋淋的血照 民進黨說馬英九的633沒達成 怎麼達成 馬英九接收民進黨執政八年的爛攤子 又說馬英九當選會連共自台 我覺得應該是連共自負吧 我要是馬英九我就會連共自台 好 謝謝 我們再接一下新北市的陳小姐 陳小姐你好 陳小姐 你好 你好 我就是蔡英文主席反對來台的大陸人士 各位好 我不知道蔡英文主席 到底了不了解大陸 我覺得如果以他現在的這種證件的話 我覺得大陸應該不會跟他來談什麼 我不知道他在怕什麼 台灣這麼美 這麼漂亮 台灣人應該有自信 好 謝謝 我們再接一下台北的劉先生 劉先生你好 我們再接一下台北的劉先生 劉先生你好 劉先生你好 挺他們的各行各業的學者或什麼都有 大家把資料準備好 再來一次雙英二字辯論也未成不可 我先簡短的回應一下 這個辯論我是贊成的 而且我也同意 而且我認為說蔡英文也好 馬英雄也好 兩邊都回避不了 回避不了 林蔡主席都民間 我認為都回避不了 因為他是總統候選人 應該候選人對候選人 候選人對候選人 所以一定會辯論 但絕對不是跟英文辯論 針對英文辯論 也不需要跟 也可以啊 這議題可以設定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剛剛鳳馨也 如果你覺得我說 我的數字真的那麼離譜 而且都這麼不用工 那我就舉出幾個數字 那如果有錯 你可以告訴我 從去年到今年 去年7月到今年5月 我們核準對中國大陸的投資 有沒有增加 就跟同比有沒有增加很多 那我們這個喬外來台 喬外資來台灣投資 有沒有減少很多 從去年的 去年的60幾億 現在變成33億 那我們對中國 我們台灣產品 在中國市場的佔有率 是不是從2010年的8.29 我直接舉出數字 下降到今年1到5月的7.44 如果我錯了請告訴我 那我們在美國市場的市場的佔有率 有沒有從1.88% 1.8%降到1.72 那我們在最後一個 我們的出口年增率真的增加很多 我們對東西也增加 對中國大陸也增加 在四小龍比較起來 我們是佔地幾 我的數字是韓國出口年增率28.5% 新加坡22% 我們20.8% 香港是8.6% 為什麼 香港 它現在SIPA SIPA對於 這個中國大陸對它的優惠 讓利更多啦 那為什麼香港 會增加得更少 那我們這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提出這個數字 希望說行政部門也好 可以告訴我們 那如果真的AGFA那麼好 我們也願意同意啊 對 其實喔 PBJ是一個問題 你答案跟郭文貴的這麼好 對啊 不過也沒關係 其實因為 蔡英文說他如果當前 他要跟中共談 而且是一個可長可久的 國台辦今天已經回應了 蔡英文 長久互動的架構說國台辦質疑 國台辦的洋溢怎麼講 他說 質疑否認一個中國框架 頑固堅持一邊一國的台獨分裂議長 只會破壞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影響台海局勢的穩定 又如何建立可長可久的 互動架構 郭台辦的答案就 就這麼回事 等一下 我們其實喔 可以看到 蔡英文 他這兩天被邱毅追打的 這個 生技公司 到底裡面有多少政府資金 今天 民進黨 中央出來講說 邱毅搞烏龍 資料是錯誤的 哪有那麼多錢 等一下我們看有沒有 邱毅你不要走 馬上回來 那顆瓦 一定會成為 今年總統大選雙方的主軸 因為你可以看到 馬航九辦公室 最近 派人去 就要求挑戰 蔡英文辦公室 所以我們來辯這個 蔡英文是不太可能 蔡英文講說 相信很多人 很多人都想跟國民黨辯論 建立 馬辦 應該先從挑戰民間人事開始 就說你去找明天辦 先不要找我 但是這個東西 終歸是跑不掉的 莊教 其實蔡英文的問題出在哪裡喔 出在於說 其實他去年跟馬安九辯論的時候 他講了一件事情 他說資訊不對稱 做一個在野黨 可能資訊不對稱 所以他今天有幾個態度 第一個 他發現說他當初的資訊不對 但是資訊不對稱 所以經過一年之後 他說 他跟人民百姓講 我當時的講法 因為我資訊不對稱 我錯了 認錯 也是一個好的政治領袖 要嘛蔡英文認錯 要嘛蔡英文呢 她是一個 好 民間有很多人是很疑慮 那你作為一個在野黨的負責人 你希望他們的選票 你不是說民間人是先開始 你蔡英文就大膽的 主動的 辦一場 我們作為一個ECFA的質疑會議 然後我們邀請馬安九來解答 這也是一個負責任的在野黨 所以今天的問題是 當蔡英文越迴避的時候 他只會越讓更多人覺得 你蔡英文不敢面對ECFA 當你越來越不敢面對ECFA的時候 原來支持ECFA的人是看不起你的 那原來寄希望你 對於ECFA給他們一個解答的疑慮的人 會覺得你不值得信賴 所以ECFA這件事情 蔡英文再迴避的話 蔡英文會雙輸 最早ECFA是蔡英文一直挑戰馬安九 他認為說你是總統我是在野 就一直說我們來變啊 雙英中西一變啊 你怕什麼那種 結果馬上就跟他變了以後 好像結果不太一樣 那時候的場景 對這個 剛剛董哥引述蔡英文講的 可藏可久的架構 那講架構太遙遠了 就講ECFA好了 ECFA可藏可久嘛 剛剛也有前輩聽到說 7月1號就後天啊 南韓跟歐盟的FTA要開始生效 那北韓為什麼不去杯葛 北韓自己都自顧不暇 北韓都要邀喜啊 說我來管你南韓跟誰簽 所以剛剛也有前輩聽到說 民進黨時代也想跟其他國家簽FTA 為什麼都失敗 答案就是剛剛新北市陳小姐講的嘛 你們阿強就反對啊 所以民進黨就到處碰壁啊 那為什麼現在馬政府去跟印度 印度之前也跟我們想說跟我們簽一下 菲律賓也有興趣啊 新加坡也談啊 歐盟也在談啊 為什麼都碰壁 還是一樣也是阿強阿你反對啊 所以我們阿北簽之前阿強阿會反對 我們簽XR之後也是阿強阿會反對 那我想請問民進黨你不反對阿強阿嗎 我大膽的預測也提供韋澤兄參考 在大選之前可能會有一兩個小國 比如說比較規模比較小的國家 不是看不理他啦 比較...這個面積比較小的國家 可能會真的跟我們簽個FTA 然後敲鑼打鼓說看到沒有 看一看一看一看 我們有除了ECFA之後也簽了一個FTA 騙人的啦 因為你如果還是在中國的善意之下的話 那我們就永遠當觀察員就好了 我看我們聯合國也去當觀察員 就比照WHA好了 民進黨怎麼可以不出來捍衛這個呢 董哥我最後要講 因為民進黨 而且包括韋哲兄的這個蔡主席的態度 讓我覺得很像 跟他反對ECFA選票會變少 然後很像反對ECFA選舉會輸 是這樣子嗎 如果民進黨你們是覺得 好像要騙票比較難騙 不然你就說說的啦 你就把我們安慰說 其實我是要騙票的 等我當選之後我就把他給被了 把他幹掉 這樣我們新年也比較好過段步了 這樣不要說騙票騙到這樣 已經被大家看破手腳了 還在硬拗 這個我是覺得很難看 這個我簡短回應惠文所說的 其實我也同意你剛剛講 我有聽到說 選前會有一兩個小國 比較小的國家會拿 會簽了ECFA 我也投影你剛剛所說的 這個是一個騙的 這個沒什麼 但是我必須要講 那當初嘛 政府告訴我們 說簽了ECFA 就可以跟其他國家簽FTA 那為什麼阿強還是反對 那馬中文要告訴我們 所以你就辦一個座談嘛 你們應該發動挑戰馬英九 我們正在挑戰 你們要發動啊 你要主動啊 不是 我要糾正一下好不好 就是 其實我們跟大陸簽了ECFA之後 包括印度 包括菲律賓 他們是主動說要跟我們談FTA的 還不是我們要去爭取說 我們想要跟各國簽FTA了 然後他們是主動來跟我們接觸的 這個在過去是從來不曾發生的 到目前為止其實還在談當中 都是屬於 就你知道所有的FTA都是一樣 先從學者開始溝通開始 各自去建立他們的一個預測模型 然後再建立他們的產業模型 最後才會進入談判 其實現在都還在按進度來進行當中 其實蕭岸廠真的罵的說 我們經貿官員不夠大膽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的FTA就是硬碰硬啦 很簡單